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古代经常有文人默克会对着月亮吟诗作对 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 当时还流传了很多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 当时的人类其实对月亮也是充满好奇 但由于技术的落后 让人们对月亮更多的是幻想 后来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发展 人类终于实现了登陆月球的梦想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将宇航员成功送上月球 打开了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之路 同时让人们对月球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众所周知 月球是地球唯一一颗天然形成的卫星 而对于地球来说 月球的存在是非常特别而又特殊的 虽然看似地球的存在和月球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其实仔细想来 月球的存在和地球的运作是切实相关的 近代以来 无数的地球人都在想要企图去发现月球的秘密 而事实上 在上个世纪 人类就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登上月球了 而其中最好的证明就是 美国阿波罗号的阿姆斯特朗在月球的表面 留下了人类登上月球的第一个脚印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小小的脚印 但是对于整个人类的族群来说 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和一次飞跃性的成就 在我国成俄4号还没有登上月球背面之前 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只是简单的停留在月球的表面 不少人对月球背面的猜想都非常的匪夷所思 位在月球的表面 可能存在着外星人的基地 而外星人正在通过月球的背面来监视天空人类 更甚至有人认为 月球的背面或许存在金字塔结构的外星文明基地 但因为月球独特的潮汐锁定的能力 所以才使地球的四季分明和黑夜白天 登陆月球背面简直是难上加难 为了找到答案 我国迎难而上 发射的嫦娥4号从月球的背面登陆 揭开月球背后的秘密 但是要想登陆月球背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的难度要比登陆月球正面还要大得多 而登陆月球背面的难度主要在于 月球背面的信号比较微弱 电磁波无法穿透直径3400多公里的月球 一旦失去通信信号 那么探测器就无法与地球取得联系 任务很容易就会失败 所以登陆月球背面的风险很大 太空船在飞龄月球背面时和地球之间的无信电通讯会暂时中断 必须等到飞出轨道之后才能恢复通讯 另外该项目还存在不小的技术挑战 比如如何给飞龄月球背面的飞行器发出指令 遥控它准确着陆在预定为止 并且顺利接收传回的图像数据等等 但是好在成的4号的任务圆满成功 我们也通过成的4号对月球的探索 发现月球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金字塔 月球背面并没有什么秘密 所谓外星人基地根本是无稽之谈 是假的 大家也没有必要相信 成的4号拍下的照片让谎言不攻自破 月被知谜可能是曾经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 但是如今人类对于月球背面的探索 很显然已经并没有曾经那么的无助和悲哀了 我国成的4号不仅顺利地登陆了月球的背面 并且在月球的背面还种植出了生命的种子 绝对是人类里程碑意识的沉重 而且我国成的4号还在月球背面 竟藏在2100万亿吨的异物 就在2019年1月3号 嫦娥4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最古老且最大的南极 爱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底部成功着陆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冯卡门撞击坑形成于前九海际 中心位置为南尾44.45度 东京176.3度 直径约为186千米 坑内地形相对平坦 坑底被玄武岩填充 玄武岩表面相当一部分区域 被周边大型撞击坑的建设物所覆盖 并广泛分布着二次撞击坑 但当时人类尚不清楚 月表尤其是月球背面的地下结构 是什么样的 由什么物质组成 嫦娥4号科研团队 对月球浅层物质特性参数进行了计算分析 包括电磁波在月表下物质中的传播速度 界定常数密度 损耗角正切和钛铁含量等 沿着月球车行走的路径 根据获得的物性参数和雷达图像 在深度40米的范围内 识别出了三个 不同次表层地层单元 第一单元从月球表面到地下12米 该地层为吸力月壤 内嵌有少量石块 是由多个撞击坑互叠的建设物风化而成 第二单元从地下12米到24米 该层是雷达图像上回波强度最大的区域 表明内部存在大量的石块 甚至形成了碎石层和碎石堆 夹杂在吸力月壤之中 第三单元从地下24米到40米 该层雷达回波明暗交替变化 为不同时期更古老的建设物的沉积和分化产物 深度40米以下 雷达回波信号 微弱 已无法推断其物质特性 团队成员李春来研究员解释说 第一单元地层的建设物 可能主要来自周边的分森和缝卡门撞击坑等 第二单元地层物质 显现出其建设物的沉积 不仅仅是地毯式的扑散 也会伴随着物质之间的剪切混合 挖掘以及二次撞击的扰动等复杂的地质过程 结合区域地质历史 推测在嫦娥4号着陆点附近 完整的越海玄武岩覆盖 达到月表以下大于40米的深度 通过嫦娥4号测跃雷达的旧位探测数据 科研团队获得了月球背面地下浅层的第一张雷达图像 月表下物质的特性参数 以及建设物内部地层序列 首次揭开了月球背面地下结构的神秘面纱 嫦娥4号在月球的背面发现了艾特肯盆地 嫦娥4号降落的艾特肯盆地 36亿年前发生的一次陨石撞击 造成了这缝卡门撞击坑 导致了这个太阳系中最古老的撞击坑的出现 早在人类开始探索月球开始 其实就发现了这个区域的不同寻常之处 在这个盆地的下方 似乎存在大量的金属 以至于磁场异常 NASA的圣碑号进一步测量了月球的引力分布 发现在艾特肯盆地的下方 引力异常强大 唯一的答案就是这一区域的物质构成和其他区域不同 可能是大量高密度的金属造成了引力的异常 这个巨大的金属块的质量可能高达2100万亿吨 足有5万平方公里大 这个巨大的异常结构是怎么出现的 结合它的位置和嫦娥4号的研究结果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数十亿年前 太阳系内的小行星活动十分频繁 大量的小行星撞击向各大行星以及卫星 其中一颗富含铁和逆元素的小行星撞击上了月球 在巨大的爆炸后 小行星逐渐融入月球中 这些密度较大的金属元素沉寂到了地层之下 导致这个巨大异常结构的出现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